另外来看是诸葛亮 他过去的债务缠身 付出之后 有一个线性的债主 向他追讨1300万元 但是诸葛亮不服 他否认有借钱 双方因此也告上了法院 昨天告月宣判了 法官维持一审的判决 诸葛亮还是要还这1300万元 诸葛亮付出两年多 主持节目拍广告 现在甚至要拍偶像剧 人红的他也为他赚尽不少钱 但是债务问题还是困扰着他 诸葛亮付出后 一名谢信债主出面 说诸葛亮跟他借了1800万 也曾到他住的地方逼他出面 但诸葛亮否认 两人为此告上法院 一审法院判诸葛亮要还1300万 诸葛亮不服 委托律师再上诉 现在高等法院判决 诸葛亮维持一审原判 欠的1300万必须要还 但是全案还可以再上诉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